我说这种客户是永远是对的逻辑 其实不太通 我们那一集觉得 之前不是有电视购物吗 他说不是有鉴赏期 吃了可以退 什么样不对可以退 那钥匙啊 之前我在那个集团服务的时候 我知道他们那个时候 有很多的VIP客户 为什么VIP呢 就是毛起来退的 一个茶叶 哇那个不是都卖什么阿里山茶 很高级的茶茶 贵的钥匙 喝了半罐说里头有蟑螂 蟑螂讲半罐 那你退不退 退啊 对不对 那只好退啊 那另外什么 我下个月我要喝喜酒 然后看什么 那个什么天后 在那边卖什么珠宝 对不对 订一套穿得很漂亮 十天喝完喜酒之后退 这个还在小东西哦 沙发和床你看好没有 那个搬个八楼五楼 然后搬上去 颜色不对退 颜色又不对 再上去又不对 然后这种退得多了 那再讲一个很好笑 那为什么他这么会退 叫做VIP的客人 就是因为他 退货VIP啊 退货的VIP 可是国外好像都是这样 对国外都是这样 三十天建商机 对啊 还有没有 我们要常退才会当VIP 不是他买很多嘛 所以这些东西大概就没有差 其实退货率大概高到三十% 一百件有三十%是这样 所以生意也不好做 不好做 大拳要再补充嘛 等一下等一下 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然后再说 好 一般客人要介绍的时候 应该不会看上张膽的吧 你会 啊 这个克述达人 众允陈先生 你刚刚在讲说外国的奥客 其实我觉得我们出国都很不喜欢让人家当成奥客 我觉得有一种那种台湾人的交骤感 其實我覺得台灣人比較客氣 說實在的 像我出國每次我就覺得 好像外國人都很敢爭取 他們該有的權益 你剛剛講說外國人 他要退房的時候 他會看說他的照片 美人你會看嗎 通常會瞄一下而已 通常我是不會說 多少錢就多少錢 但是他會 沒有如果有在餐廳用餐 有簽房號的話 我就會看一下 如果只是住宿差不多 對 差不多 我去日本 結果日本呢 我們也沒有喝他的 冰箱裡面的什麼東西 然後就問說 那您有用飲料嗎 我說沒有 這樣 那您有用其他要付費的嗎 是說電視嗎 不好意思 其他要付費 晚上的深夜節目 那個東西你不能夠說謊 可是我們真的有看 要怎麼講 我就跟他說 有啦有看那個有料電視 然後你知道他在問一句話 你看多久 這個就很難回答了 大絕 這看很久表示說 你身體不錯 沒有啊他竟然是有料電視 他會有計費的 他自己有計時啊 他自己有計算的一個系統啊 沒有耶他就問你說 有看有料電視嗎 不曉得他是故意的還是 他可能要跟你確認嘛 他要跟你確認 然後看你的時間跟他寫的對不對 對 結果我看到有來有看 看多久 五分鐘 這還算是有格調的 你會不會很尷尬 這很難承認嘛對不對 不然那上面會有啊 這還算是有格調的 你說你還不好意思說 你還承認一下 你知道台灣之前 我跟一些旅行社的朋友講說 台灣我們以前那些 歐巴桑的出國對不對 有時候那一附可樂 在飯店跪得要死 但他們日本有一種做法就是說 你一抽 那個後面就往前推一個 所以你沒辦法塞進去對不對 哇他人多厲害 趴那把吸管打開來這樣喝 然後你看的時候還是一樣 檢查的時候還是一樣 他沒有到沒有那個 他沒有把他拿出來 他就把他打開 然後吸管趴那邊 然後蹲在地上喝 然後跑回到結盪的時候奇怪 奇怪怎麼怎麼怎麼那麼多 然後人家一抽出來 是你抽的不是我抽的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其實像這種奧克爾 咱們也別客氣 我們我們之前新聞界 以前記者很大的 在地方上 這個我們講的地頭蛇 我之前就有一個前輩 就認識這樣 他在吃飯也是很有格調 剛剛我們講的吃飯 吃飯就是吃 然後裡頭有些東西 比如說有些蟑螂啊 不是蟑螂 蒼蠅啊或什麼的 它只是一根鐵絲 就洗鍋子類似那種鐵絲 鐵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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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那個是非常有名 亮亮的那種 對 那其實那個很正常 那個洗鍋子 所以現在五星級飯店 禁用那種鐵絲 對 禁止使用 那刷 那重點是 經常會在菜裡面出現 我們那位文化流氓的前輩 很有格調 吃完之後呢 就那個鐵絲上面壓了一張名片 然後說老闆來買單 他就把那張名片買走了 就免費了 這樣花多少錢買 那一頓飯嘛 也沒有多少錢啦 但基本上就是說 這還算是 這個就表達說 以前記者是很大的 現在還是很大的 對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百貨公司上班 就是在東區很有名的一個百貨 然後清晴天他有發生火災 然後就有一個電視台的主播 他不是那種專職主播 是記者兼主播的那種 然後他就去那邊買了一套 日本的西裝 大概外套加償戶要三萬多塊錢 那時候他是用八折價 去買這個西裝的 然後結果後來發生火災之後呢 他打到X說他要 他打到百貨公司的時候 他要退貨這樣子 然後他問他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火災 這可能是煙燻品 可能是水煙品這樣子 我要退貨這樣 然後那個店家就打去 他已經拿走了不是嗎 沒有沒有 對不起 他要修改 他要修改 因為這個記者 他的身材比較瘦小 所以他的修改的幅度是很大的 他的那個袖長改了 腰圍也改 褲長也改 所以這個褲子改出去 是沒有辦法賣給其他人 所以這跟他一樣身材的人 然後店家就打去那個 那個百貨公司打去店家問說 這套衣服在哪裡 結果還是在師傅那邊 因為這個不是要 給那個百貨公司那些裁縫修就可以了 是一定要送師傅那邊的 然後這個 那怎麼會是煙燻品 他根本不在那個火場 就不在那個火場 然後他就跟那個記者講說 你現在去那個店裡面 還在店裡面 根本沒有送回來 我們百貨公司 所以這個 這個還是一個完整 完好的那個西裝這樣子 他說我怎麼知道 你們有拿去送洗 我怎麼知道 你們有沒有什麼處理過 我怎麼知道 這不是煙燻品 不是水製品這樣子 他說百貨公司沒辦法 就說那你請你來店家 因為這個店是日本直營的店 不是台灣代理的 所以他們一定要打到 日本去問總公司說 要怎麼處理這件事情這樣子 結果那個 日本總公司會覺得說 我們也沒有做錯事情 而且重點是 你已經改了這個 我們沒有必要去 那個屈服你這樣子 就那扯了很久很久很久 結果我朋友在接待那個主播 就很久之後他就想說 我現在真的很累又很餓這樣子 然後我朋友聽懂的意思 就跟他去那個百貨公司的餐廳 先吃一頓這樣子 然後都弄好之後呢 回到那個店家 然後就問他怎麼處理 結果那個店家 其實日本店家是蠻硬的啦 就是說 可是還是有去轉環 就是說要不要這樣子好 就是你用五折拿去買 再給你多打一點折扣 但是不可能就是讓你退貨 因為已經改成這個地步了 結果他就 又奧到了三成的折扣 又有一頓三 所以基本還是蠻大的 難的 對 還在線上嗎 好像還有在播一些氣象啊什麼的